可以買了,去幫助窮人,來跟隨人。 我以前也想過, 他希望他能夠成為完美, 但如果你不想成為完美, 你也想成為一個好聖人, 就足夠了嗎? 不是完美,就沒事了。 我以前也想過, 如果我們想要完美, 那像他這樣, 然後覺得太困難, 好吧,不要完美, 只要還好, 或是有一點好,就好了吧。 因為我可以說, 我沒有想成為完美, 只是一個朋友, 在寂寞的位置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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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足夠了。 在寂寞的位置, 那是有一點好, 稍微一點點, 讓我敬天國, 就站在門邊。 但是從這個概念, 你們知道, 我們如何在寂寞的位置, 我們在討論的規則, 我們在寂寞中, 變得完美。 因為你的父親, 你的父親, 就是完美。 我們在寂寞中, 我們在寂寞中, 那是要完美。 因為我們的天父是完美的。 因為我們的天父是聖。 完美的意思是, 因為沒有其他方式的方式。 這是真正的認識神。 如果他繼續, 他的工作、他的生命, 把真正的神在心中, 他的錢, 他的錢, 他正確的。 如果他繼續他的生命, 如此的生命, 那就是讓他的產業, 佔有他的生命, 佔有他的心, 所以他的產業, 就是他的神, 不是真正的神, 所以他不會到天國的。 如果他跟耶穌說, OK, 我會做的。 可能耶穌會說, OK, 足夠了, 繼續你的工作, 教練, 或做其他人。 這是一種測試。 所以, 我再次說, 不必須要追蹤某些方式的方式。 很多人會說, 教我心的祈禱。 為什麼? 只要用瑜伽。 有很多人會霧迷為去遵行某些律法。 有很多人會看到, 有些人會說, 有些人會說, 我會想像他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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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祈禱和所有的事, 都在各種狀態, 都在各種狀態。 有很多人會去讀東正教的靈修。 有很多聖徒實踐的方式, 他們想像他們的靈命、生命的方式。 可是你要想想看, 他們這些生存的靈命方式, 是在一個聖書裡面。 他們所生存的方式, 是屬於教會所教導他們的生活方式。 如果你離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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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說, 我會想像他, 有一個技術的方式, 你會犯了極大的錯誤。 你會犯了極大的錯誤。 這不是在於實踐上的技術, 而是神的恩典則靈你。 與神的恩典等於聖書。 這些在於聖禮儀斗如在聖禮儀、 拭絲聖禮儀一陣。 這些生命要茁壯的話, 它是融合在一起的, 要在聖禮聖餐裡面裏受神的滋養, 才能撕養壯大, 就好像一朵聖餐的花朵。 你會從聖禮聖餐、 從聖禮聖餐, 然後你會有其他事件, 但並非真正的祈禮, 你會有技巧, 讓你放鬆, 讓你放鬆, 讓你感到好處, 但這不是原本的聖禮聖餐。 耶穌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說, 把你所有的東西都撇下, 來跟隨我。 而是生命, 我們面對著生命的時候, 要做抉擇來做出選擇。 我們在教會受洗的很多人, 對嗎? 但是, 你會看到其他人說, 譬如說, 我現在的老公是穆斯林, 我現在要離教, 變成穆斯林。 那耶穌怎麼辦呢? 而今天, 在這個社會上, 你不需要成為穆斯林, 你也可以成為婚姻的婚姻, 你也可以成為婚姻的婚姻。 OK嗎? 我們也希望, 我們也不強迫任何人的婚姻。 如果他跟他結婚, 我們也不能強迫任何人的婚禮。 所以, 在教會上, 我們也不強迫任何人的婚禮。 所以, 如果婚姻跟婚姻結婚的時候, 他不是婚姻教徒, 那我們也不會對他做出反對, 就是他自由的選擇。 但是, 你會說, 我會說一個例子, 其他人離開教會, 因為他要求人, 其他人離開教會, 其他人, 因為他不喜歡教會。 其他人離開教會, 因為他不喜歡神父。 我們來教會, 不只是為了一個好的神父。 我們來教會, 不只是為了一個好的神父。 我們來教會, 不是為了神父。 我們也不需要領受神父的血, 我們也不需要領受神父的血, 其實不是要領受神父的血。 如果你們從神父那裡領受, 可能會中毒。 你們死也會死, 但你們是為耶穌基督而來的。 當你們來為了耶穌基督而來的, 你們會聽到耶穌基督的聲音, 並不只是我的聲音。 我們來領受耶穌基督教會講的正道, 只有聖道, 您知道聖道, 但是我可以證明, 我可以證明, 有來自很多聖徒所講過的。